都是派遣劳工 可是呢 我们会不会像日本一样 达到三分之一的就业人口 都是派遣的 而且甚至走向一个 所谓的劳工贫穷化 这是值得我们关心的问题 那我们到底要往哪里走 我们今天就来看 我们为你所做的报道 洪小姐上门面试 她想到外商公司做行政 透过这家美商人事公司 找派遣工作 她先贴写人事资料 然后马上面试 如果适合 派遣公司会推荐给 手上经常合作 跟他们要人的外商公司 为什么会想要做行政 比如我之前打工的一些经验 主要是行政方面的经验 那我也希望可能 刚毕业先从行政理员 开始先学起 面试官了解一下 洪小姐的资料 觉得很适合 就跟她说明 要派公司的工作情况 上班地点时间 陈先生不好意思 我想再了解一下 就是一般像 公司的派遣员工 跟他们的证据员工的差别 大概在哪里 这两年尤其是金融海啸过后 台湾派遣员工大幅增加 劳工团体早就对 派遣制度认为不合理 剥削了劳工权益 政府决定要增修劳基法 限定派遣人数跟职业 人力业者认为 这确实会让企业的 经营压力变大 很可能会出现 其他规避的手法 现在的这个有这个原额比率 3个% 5个% 20个%的问题 确实对外商在台湾的发展 是有很大的一个挑战 他们是不是把这样的原额 放到其他的国家去 比如放到新加坡 比如放到香港去 那他们的用人 是不是会比较方便一点 maybe就有很多人 开很多所谓的外包公司 那这些外包公司 可能政府也不知道 他们在做什么样的业务 进入海销之后 其实政府对于 所谓的派遣的态度 似乎有比较偏 有比较倾向 他们需要更严谨地 去建立这个法令的制度 它可能会限制了 这样的一个产业的 持续的发展 有人计算这些年 陆续开设的人力公司 大大小小有9万多家 可见得把劳动力 当商品来仲介 确实有市场有赚头 女性同仁的哺乳室 现在是目前在我们10楼 有这个空间可以让大家使用 这是他们的服务项目之一 帮药派公司 带训新进的派遣人员 让他们早点适应新环境 把游戏规则弄清楚 我会觉得说 像这样子的一个训练 会让我觉得 第一次去上班的时候 没有那么紧张 对公司一些营运 或是一些规则上面的认识的话 那我觉得这样 其实是会让人比较安心的 他们如果比较清楚的话 也可以比较降低 它的到一个新环境的 一个不安全的感觉 你在上面播的一些文章 在网络上面已经透露出了 一些公司 现在要进行的营运计划 这个可能会违反我刚刚讲的 泄露营业机密的部分 现在的人都很怕担责任 政府企业也一样 能受伸则受伸 谁愿意扛上一头拉苦的人事包袱 被丢来丢去的劳工 就像有牧民族 吃不饱也饿不死 派遣劳工 特权员工 他们的这些基本在法令上面 应该享有的这些权利 那应该是要去重视它 政府这悔而对弱势的一方 多了点关爱的眼神 几家大的派遣公司 不约儿童都态度保留 这波劳资拔河才刚开始 好 即便劳工组织 国际劳工组织一直强调说 劳工不应该变成商品 可是在国际的趋势 大家都开始使用派遣 台湾还没有派遣法之前 我们现在已经有9万家的派遣公司 到底台湾要往哪里走呢 今天我们约到的来宾 我们来介绍一下 首先介绍的是台湾总工会的副秘书长 廖峰国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接下来介绍的是政大老研所的教授 陈之约 陈教授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好 再来是Cheers的主编 杂志的主编李新月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好 我们看到台湾已经有9万家的派遣公司 而且已经有51万的劳工 都是派遣劳工 那到底台湾要往哪里走呢 所以这个又是展现了一个什么样的现象 所以陈教授你能不能来解释一下 台湾在都还没有派遣法 可是已经有这样的现象存在 到底为什么 我想大概可以从其他国家的发展经验 跟我们来做一个对照比较 派遣这样一个工作形态的产生 其实事实上跟在其他国家的话 主要是因为当然是一个市场的竞争的因素的影响 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其实就是政府订定了很多 而且标准很高的一些劳动 跟社会保障的一些相关的一些规定 那对这些企业而言 他们当然想要希望能够 在这样一个环境之下 能够找出一个生存之道的话 所以他们大概就采取了一些所谓的人力资源 运用弹性化的这些策略 那在这个策略的这样的一个运用之下 那我们可以观察到大概就产生的 像是这种派遣的这样一个工作形态 还有定期契约的这样一个工作形态 还有所谓的这个部分时间的这些工作形态 大概这三大类的 我们所谓的这种非典型工作形态的这种产生 所以你刚刚从头讲都是因为政府太严格 然后所以为了求生存他们就只好这样做 因为为什么因为如果做一个对照比较的话 在世界各国里面大概只有美国这个国家 相对来讲这种所谓的非典型工作形态的这种 人力的运用在人数上面或比率上面 相对来讲是比较低的 那主要的原因是因为 美国他们这些联邦政府也好 州政府也好 事实上对于介入劳资的这种事物 基本上是比较不是那么的积极的 所以在这种不积极介入的情况之下 相对来讲 它比较不倾向透过法律的规定 来约束劳资的这种互动的这种关系 所以观察到其实上像这种非典型工作形态的发展 其实上是以欧洲国家最多而且最早 那欧洲国家为什么最多也最早 主要原因还是因为我刚刚所提到的 那几个因素的影响 其实我们看了一下 那个人力银行他们有做调查 就是说为什么会接受派遣 那我们看到的这个里面 第一个有很多人的因素是说 因为要尝试不同职场跟经验 然后还有呢希望更快找到工作 然后还有找不到正职 还有一个是想进入大企业 然后或者是外商 所以他们接受派遣 而且现在人力银行也统计出 越来越多人想接受派遣 可是真的是这样子吗 我们现场有一些已经有派遣经验的老公来到现场 所以我们要介绍他们一下 要问问他们到底为什么他们能够接受派遣 来我们现场已经有这些 包括有国美馆 你们都有派遣的经验对不对 那现在还在派遣工作人举一下手好不好 还在派遣都没有了 好那那一位你是不是可以先谈一下 您现在在哪里 大家好我是国美馆的派遣工 那我现在其实 我现在持续在跟国美馆在抗争当中 因为之前派遣员工的状况产生了一些劳资上的争议 那到现在为止 也跟大家报告一下 国美馆现在的状况还是持续的用警卫保全标的方式 把我们站场的服务小姐 用这样子的非法外包的方式包给了保全公司 那所以我们持续 所以我现在的身份是持续在抗争中的劳工 可是我可不可以打个岔 你当时为什么会接受派遣 应该是这样其实当初我们去工作的时候 他是说我是在国美馆里面做展场的服务员 其实并不会去说明这块是你是派遣员工 那其实我们都是进去之后 我们在面试以及报道的地方 其实都是在国美馆内 所以我们并不会知道说 有另外有一家是保全公司才是我们的 所以派遣里面有很多不合理的 那我们来看看后面那位比较年轻那位 您是不是也是因为觉得说想要尝试不同的工作 所以才接受派遣 您现在在哪里 我现在在另外一家电视台工作 已经有正职工作了 对是正职工作 那其实我派遣的那个资历比较少一点 我只有半年 而且那是我第一份工作 毕业之后第一份工作 一开始是一年的定期约 当然定期约满一年之后 公司还想要继续用我 所以他就把它转换的身份 变成是派遣 对 但是对我来说刚毕业 我觉得有工作就已经很开心了 所以我并不了解 那个派遣对我来说有什么不同 结果你现在发现真的不同吗 当然是有不同 当然福利上有一些 比如说就没有年终啊 我并不是那个 我并不是我工作的那个公司的员工 我是派遣公司的员工 对 所以没有年终 福利呢 三姐奖金可能就没有办法 比原本公司给的高啊 是是是 对 好 我们这边还